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次的锦囊妙计单元 那本次锦囊妙计延续着前面有关于MagV Aging的这些功能 再做一个所谓的一个介绍 那今天呢,今天的锦囊妙计会来到有关于MagV Aging的一个最后一个功能的介绍 它就是叫制定属性 其实很多人在使用MagV产品的时候 其实往往忽略掉这个一个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MagV的一个强大的管理的一个平台上面 也就是我们称的EPO 那为什么它有办法管理 就是应该说提供这样如此强大的一个管理平台的机制呢? 原因在于是因为Aging它帮忙协助收集了相当多的资讯来提供给EPO Server的资料库 而管理人员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去做相对应的资料筛选 而来达到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找到相关的事件并做出最合适的一个判断的一个部分 好,那二话不说我们就来看有关于制定属性的一个设定 好,那当然不外乎我们还是得要透过EPO Server来去控制这个部分 那这个EPO Server呢? 首先我们要的是点选原则目录 为什么呢? 很多人一定会很好奇 为什么制定属性这个东西会落在原则? 原因是因为这个属性等同于是我强制透过原则的一个方式把这个资料塞进去我特定的一个栏位里面的 所以透过那个原则的方式来去进行 那当然不外乎我们的产品的部分就是选择MacB Aging 那有关于功能的部分呢? 我们就选择制定那个属性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Policy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定义 好,确定OK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入编辑 那当然在原则目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所显示的就是 在制定原则当中 MacB在预设上来讲它目前提供了8个栏位 其实老实说这8个栏位截至目前呢? 我还没有看过使用者有把它用完 那在原则的这个设定上来讲 它会主要是要设定是 主要设定的功能是针对于 我可不可以提供 从所谓的权限来去进行所谓的一个编辑的一个部分 那一旦设定完成了之后 这个原则设定完成之后呢 一样我们就是要回到中控台的这个目录里面 这个制定属性基本上是针对一个群组 也许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有一个特定群组 我就是要特别把它塞入这个制定属性的栏位 那以防说将来未来 这些电脑可能突然 因为一些管理上的一个需求 它必须要散在其他地方的时候 我今天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方式把这些电脑做一个快速筛选的动作 我就可以知道这些电脑目前落在哪个群组的部分 我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属性来去做一个定义的一个机制 好 那当然呢 在这里面我们就去点选一个新增用户端的一个工作指派的一个功能 那在新增用户端指派的一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呢 我们的一个产品部分我们就选择美币Agin 那在美币Agin的工作清单相当的多 其中有一个就叫做制定属性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建立了这一个新的工作 建立什么样的工作呢 你有没有看到 其实在画面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在设定上来讲 我们可以去调整的有这八个栏位的部分 所以首先我们要先给它一个名称 名称叫做我爱MacAlways 但这当然只是我在做demo用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你们在取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取你们自己想要 重点是再来 在每个制定栏位上面 你希望它塞入什么样的一个值 可以让你做一些很快的一个搜寻的部分 例如我就塞了一个叫我爱Mac下滑线Always的一个部分 而且我还可以提供所谓的一个即时编辑 而这个功能要启用呢 不外乎我们一定要把相关的一个参数属性都去做一个启用的动作 那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存档 那存档完成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个东西有套用呢 当然在MacBee的架构上你还是得要透过唤醒 这个工作自然而来就会派入到你的用户端里面 而这时候用户端 在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是说 有一个相对应的群组 会去套用这个制定属性 所以呢 这个群组的电脑在当下 它会马上接受到这一份工作之后 这个工作就是告诉它 在制定属性的第一个栏位里面 请帮我放入 我爱Mac下滑线OS 等这样的一个自串的一个资讯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接下来这些用户端收到这些工作的一个执行的动作之后 它会立即把这样的一个属性 把这样的一个文字带入到这个栏位里面 就如同我们画面上所看到的一个部分等等 我们就会看到 我爱Mac下滑线OS 那当然你也可以制定你自己的一个需求 来去填入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部分 那这边我特别再说明是 在制定属性的部分呢 目前只能提供文字 你没有办法去写入任何的一些变数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未来 美币会不会去再针对这样的一个功能 去做一个加强的部分 不一定 也许呢 未来我们可以加入一些变数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变数呢 那 那只要我把这个变数输入进去之后呢 那 指定的被指定到的这些用户端 被指定到了这些用户端 他们一旦接受到这样的一个变数 他们就可以马上去呈现出一个正常的一个 一个相关的数值 或者是一个文字串的一个部分 OK 好 这就是以上本次的锦囊妙记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功能很特别呢 那当然如果说以现有的产品的架构之下 美币当中所提供的一个产品资讯或者是这台机器的一个资讯的栏位 其实是相当多的 也是非常丰富 就可以让你们可以很快的去筛选到你们想要的这些资料 那当然如果还是不足的地方 你们就可以用这所谓的制定单位 好的 如果说你对于本次的锦囊妙记单元呢 你有任何的ID或者是任何的构思呢 烦情呢 就如同画面上面 我所留下的联络资讯 不管电话 你可以来跟我做一个联系 如果说你对于本次的影片的内容呢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或是说你觉得这个内容还算不错呢 我希望你们可以在我们影音频道里面帮我点个赞 来为我们多多鼓励跟加油 以上就是本次锦囊妙记单元 谢谢